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宇天大哥本来要算 但是后来他退选了 那我看你那天去登记的时候 有18个苏系 新系 英系的前任跟现任的议员 还有4个现任前任的立委 跟着你陪同全网登记 你都有跟他邀请的吗 有 跟大哥报告一下 因为你也是很关心这样子的 我其实我想说 我这次要出来选主委 我要出来选主委的时候 其实也是觉得 我们新北市 真的是想要有一个新气象 我想试试看 能不能够来操作这台机器 让它更能够服务 我们在新北的党工职 那既然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想要可能邀请更多的人 那这个参选决定就应该跟大家报告 所以我的第一通电话 其实是打给林佳龙林部长 然后第一通 第一通 郑国会 但是他没接 他说他没接对 我就想说 这样不知道什么事 因为那天星期 你拜天的早上 然后我又打给高志鹏委员 也是郑国会 也有打给余天大哥 我想说这些都是党内的大佬 那这个平常呢 当然都有请安问好 可是这么重要的决定 还是应该跟他们问候 说明一下啦 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祝福嘛 可是很不巧的 这三位刚好电话都没有通嘛 所以我就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面前进等等 但是到晚上七点 我从早上九点多开始 一个一个打电话 就是把新北市的党职 党公职 重要的公职 我们都完成了电话邀约 我也很感谢大家 差不多都很欢喜 很欢喜接到我的电话 把我加油 把我祝福 那我也同时都邀请了他们 第二天 就是隔天星期一 一起来说 参与我这个 想要争取服务的这个moment 结果也真的来了很多人 但是像立法委员的部分有一些 因为我们立法委员本身 现在都假动嘛 对 所以他们就说 今天没法到 不然本来应该还可以更多人 对对 因为假动 第一个真的很重要 第二个是没有到还要花钱 对啊 我就说 就算我心情放得下立法院 我的荷包也放不下立法院 一天没有到要罚三万块 一次举手没有举到要五千块 还得联罚耶 这个我没有办法 我负担不起 负担不起 对啊 所以那天后来来这么多好伙伴 前辈好伙伴 其实我真的也蛮感动的 所以我说一定要做好 你靠林佳龙 高志鹏和余天 他们没接到 不然有给你回电吗 有 后来佳龙部长我也有跟他通上话 大概在中午的时候 那佳龙部长也是说 其实要服务都不错啦 多沟通多聊天啦 这个未来这样好啦 加油啦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我也是高高兴兴的 当然在这个致电的过程当中 后来就是也听到说 原来余天大哥也有意思要出来 参选嘛 那可是我电话已经开始在打了 这个 对啊 箭在弦上了 不是不是 箭根本已经发出了 对啊 所以就还是继续照我的节奏 那把这些事情完成 那余天大哥 为什么宣布了想选又宣布退选 你干嘛真正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确实是没有跟大哥 有机会直接通上话 然后也没有见到面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哥要参选 我只看到他的参选声明嘛 但是我确实是有这个机会跟 亚萍姐通上电话 就是在大哥参选了之后 那个时候我也第二天我也登记了啊 那所以等于是星期一同时 两组人嘛都登记好了 但我很快就接到亚萍姐的电话 我本来跟亚萍姐就有声嘛 因为亚萍姐是我们新北市的这个副展会 就是这个妇女的这一团的会长 我一直也有帮忙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交情 所以我接到亚萍姐电话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我想说这不知道要说什么 结果亚萍姐就跟我说 小慧啊我跟你说 我是反对天歌 我的心情就跟天歌发的脸书是一样的 要讲的话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是反对的啦 他反对于天再选 他反对于天再选了啦 于天对这个大家的贡献是这么的多 也帮助过很多人 他都知道 他也知道天歌没有办法忘情 但是亚萍姐本身是 希望他不要再参与这一局 因为他想他们家也到了一个阶段 他想要有一个新的阶段 我听起来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亚萍姐自己就跟我这样讲 他说不不不 有这段话我现在说的这句话 他说可以说 他说你就说 我就说啊这样子 那我外面就说 把责任都归到你吗 他说你对 你就说是我说的 我就是跟于天说 你如果不退选我就离婚 不过很重 我说亚萍姐你会不会太委屈了 他说不会就是这样 我的心情就是这样 后来果然就是看到天歌就发了 他的那个脸书 里面连刚刚我说 可以揭露的亚萍姐的话 都直接写出来 你就看得出来说 哇他们家确实是在这个上面 可能那个一两天之内 有一点意见不合 但是星期三归于一统了 所以天歌的退选 我也是说我这工年轻的来做 但是要出场的时候 我一定邀请我们的先败 尤其像天歌 有贡献这么大的 漂漂亮亮的 亚萍姐也是漂漂亮亮的 是 不过雨天大哥 对民进党的贡献确实很大 因为连我自己都被他助选过 是 那个场子就是会热 会感人 会能够拟聚大家的向心力 所以他真的是我们重要的资产 对 说实话 他真的是无私的奉献 唱歌唱多少了 你知道吗 自己出账钱 然后 不过他家里面最近的状况比较多 他也刚好这个时间 可以好好的去处理这些事 可是我必须说 我要替他说句话 那个时候我们在决定 这个党部主委的事情的时候 跟现在在说什么女婿不女婿的 这是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很恶意的 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 我觉得这对他们家不公平 发生了那日事 所以一天才退选 他已经知道是这样才退选 我觉得完全不是 那个时候我们只感觉 亚萍姐希望他们家 有一个新的阶段 换他们家的年轻人 扛起瑜伽的责任 他和天哥就可能照顾 新的小婴儿新生儿 孙子这样 他觉得这样比较好 了解 所以我是感觉说 这一点因为天哥 现在比较少女婿 我爱带他说一下 对 不过于大哥他的说话 大家都感念在心 那现在你就是同俄竞选了 目前是这样 但我还是很希望他冲高票 就温柔了要冲高票 没有 我觉得不是这样 这是做事业的态度 我第一我还是要很认真的走 包括现在 我已经把我们的议员们 新北市的议员 我几乎都拜访了 这个拜访完毕 也听听大家对 所谓的党未来的期待是什么 希望得到的帮助是什么 这一点也是这样 那也另外来讲的话 我也是希望从偏乡等等 也是听听更多资深党员的意见 我觉得年轻的连结 和资深的这个尊重 就是过去党部可能 要再做得不够的地方 那我自己就是期待 我把这一块能够完成 现在新北民进党员有多少人 三万 三万人 也不是最大的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县市党部 那过去一直都是最大的 那当然这几年 因为南部的人支持的多了 所以高雄台南都追过去 但我们还是是一个大的党部 那你如果做主委 你要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自己觉得 我们的新北市议会 现在有28席民进党的议员 66席里面民进党在28席 是还没有过半 但是这28席 大家可以去看看 隐隐佼佼 真的都很有战力 对真的都很有战力 那如果能够把他们 更拟结在一起的话 其实他们都代表新北市的各区 所以我自己希望 我可以变成他们的助力 所以第一 我希望可以跟新北市议会党团 能够更多连结 不管是提供中央这边的资讯 或者是说这个在现在 这个年轻议员 民意代表 希望能够跟社会沟通的时候 所谓新媒体的技术等等这些 这两个层面 政策的中心思想 和跟党中央的连结 中央政府的这一层的连结 和技术的提供 这两个我都希望能够做 我希望能够做的是 我来协助我们最优秀的 新北市议员们 可以加强战力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第一 2026这28个能不能够都先顾好 我觉得现有的议员要把它顾好 这是很基本的要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然我们希望可以过拔 对吧 所以作为新党部 市民重新觉得民进党是值得信赖的 是对未来有想象的 新北市让民进党做 好像不错甚至更好 OK 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苏桥会委员 苏桥会委员 我记得是2016年 你击败了黄志雄 是 以及疫情跆拳道的奥运的名将 他主要是他是三届的立法委员 三届立委 那你把他打败了吗 谢谢大家支持 OK 那么这个2016年 我查了一下你是得9万2千票 9万2千多票 56.1%的选票 到2020年 那连任的时候是10万6千3百多票 57.1%的选票 那这个这一届 就是拿到9万8千5百多票 我百分之五十四点一七 是 因为你每一次得票 会跟那时候整个大环境 大环境有关系 起色各方面 这样 可是老实讲你每一边都拿到50% 对 好 这个是选民对你的肯定 那选民对你的肯定 包括我看公主问给你 都特别人给你评鉴你是优秀立委 那这种东西其实是要付出嘛 你都要问证人真 真的 说到这里 对啊 记者会无 那可是你其实有家庭 有小孩 譬如说现在是母亲节了 你也是母亲嘛 那平常你对孩子有什么照顾到吗 以前有一种育儿方式说 跟小孩的相处是种植不种量 我现在很能够体会 而且我也只能这样做 种植不种量 所以我就觉得 我跟小朋友在的这个 要相处的时间 一定是还是要保留着 所以如果是重要的场合 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的生日也好 或者是他很重要的校庆运动会 或者是段考考完等等之类的 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日子 他自己决定 对他来讲有意义的日子 妈妈一定要在身边 再怎么样 我那一天一定会至少跟选民 也是请假几个小时 就是说自己兄弟拜拜 我会跟他一起去过这段时间 倒不是说只有节庆的仪式感 而是我想知道他喜欢什么 他在想什么 他想参与什么 那这个是重要的节日 但是我们平常的部分的话 其实变成是说 我会跟我的小孩 尽量去看他喜欢什么 然后我就也在旁边 尽量的融入其中 我后来发现这个很有好处 的原因是 我就真的能够知道 青少年在喜欢什么 比如说我们昨天就很爱看 这个现在大家都在追星 所以我从韩国追到泰国 甚至连中国的我都有看过几种 然后又回到台湾的 他追中国的新闻 我们也有看过 我不否认我有看过 因为这样我确实是可以知己知彼 所以我就可以看各个国家的演艺状况 这种综艺节目 这个东西到后来我发现 对我的问证也很有帮助 那我可以挑战你吗 好 是 那你讲说他追韩国的明星 又谁 就一开始的时候 他很讨厌 大家都在追BTS 房贷少年团 结果他们 我女儿那个时候就说 大家都BTS 不要 所以我们要17 我看一看就觉得 17真的比较帅 比较可笑 可是最近又流行回来BTS 为什么我也不晓得 可能年纪 小孩年纪比较长一点 我后来发现 那个房贷少年团 BTS的歌词 真的是写得不错 他把草冬五月天 然后这个顽童 这种rap的部分 跟Rocker的部分 都有合在一起 所以不怪人的红 那他现在几岁 我们小朋友 一个14 一个15 所以他们今天要 差差一岁而已 对啊 那真的是青少女了 真的是青少女了 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去 买明星卡 一起去看演唱会 一起看签唱会 后来就发现 这个市场真的很大 你去不是大家都认识你了 没关系 不会 不不不不 洪一哥这你就误会了 在那种场合里面 大家不太认识我 大家不太认识我 都年轻啊 他其实不太认识我 所以我就在那边看说 原来周边商品可以这样卖 队伍可以这样排 从一哥记得院长曾经有拜过 办过那个护国四年的签书会 对对对对对 老实说那个护国四年的签书会 我就是模仿 模仿他们那个明星见面会 我连那个座椅的安排 入场要怎么红色橘色蓝色 怎么样可以迅速快速动线好 我都是因为模仿那个签唱会 明星见面会 这样可以学习到 可以学习很多你会发现 视野真的很开阔 是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书巧会委员 已经连续三次高票当选 那书委员他丁肯很好 他是北英女毕业 也是台大法律系 然后宾州大法学院 还有波士顿大学法学院 双硕士 对对 然后博士还没有毕业 博士后来就没有把论文写完 论文要好好写 是是是 那么这个你功课这么好 你对孩子的功课有很厉害吗 坦白讲完全没有 没有吗 我的小朋友 我跟我们的孩子都说 我一定是上辈子有做好事 所以养到你们这么乖的小孩 你们真的是很自主 然后能够是把自己的功课 都处理得好好的 我小孩现在什么状况 因为他们要会考 每天就看到他在写试题本 包括数学跟理化 然后他写一写有时候会生气 我说这到底怎么算 这个算不出来 你帮我看一下 我说我帮你去洗碗 你不要问我这个 我已经放弃数学很多年了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数学的这个魔掌 我连看都不想看 我直接离开 你不要求分属吗 不要求学校吗 我会要求泰度 泰度 我会要求泰度 你要负责任 所以对我想跟妈妈们 爸爸们分享的话 我会觉得是说 首先我觉得孩子都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是什么样子 其实他们就很容易变成什么样子 你叫他不要滑手机 你自己整天在滑手机 老实讲 我觉得这个很难 所以像我的标准其实就是 我自己什么样 他就什么样 因为我会挑死 你几岁的时候给他手机 我差不多十岁就给他这样 十岁就是小四对吧 对小四小五的时候差不多 而且甚至后来小五的时候就还有电脑 为什么 Coffee的啊 对啊 因为Coffee的关系啊 是是是因为要视讯教学 对对对 所以那包括手机的部分 那他们不会滑吗 他们会啊 嗯 他们还是会滑啊 好像在米皮里面 你如果不要把他灌 他就不用米在米皮里面滑 对吧 所以任何事情如果过了明路的话 嗯 那其实为什么要长呢 对 像我们家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们我和我先生的工作 我们在家的时间坦白讲 也不是说太长太固定 所以我们的饭桌大概从Coffee开始啊 就变成了是全家人的工作桌 对 所以回家以后小朋友的书啊电脑就全部放在客厅的桌子上面 那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也在 所以那一个空间变成是全家人就是走来走去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也不会说小孩躲在房间关起了门 然后你去开门也很尴尬 他不出来也很尴尬 反而我们都可以不断的讲 然后我还会说啊你在干嘛 那我也不会偷看他 我只说你好像停下来没有写功课很久了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会像闹钟一样在旁边叮叮叮叮 那你小孩子被你打过吗 没有 从来没有 完全没有 连打个手心都没有 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不太有 真的不太有 但是我们的状况是 我们会避免 对啊 我们主小孩 他们也说避免 就是小的时候会脸拉下来跟他 就是变成很严肃的 就说不是这样 不可以这样 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哭了 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他就听懂了 你这个 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会有一个气场 这个跟上班其实差不多 主管平常笑咪咪的 但是主管如果拉下脸来 气场坏了的时候 其实下面的员工会知道说 哎呦台风警报来了 大家要注意一点 那我觉得这样的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也分得出来 什么时候是和风细雨 什么时候是 我就自己有在房间里面听到过 我在跟办公室同事打电话 因为在跟助理 讲电话的时候 有一个案子 我就处理到有点火气大起来 结果我在开始讲到电话尾声 又可以开始听到环境音的时候 听到了什么呢 我小孩在外面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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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来说 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们在洗碗 他说为什么 刚刚不是不洗吗 现在为什么洗了 说我们 慢慢花火了 我觉得你快要生气了 我们赶快先洗碗 红台要扫你 对 所以很有面识的 我觉得我这样不错 那他们现在是14岁15岁 所以现在是等同以前的国三吗 对啊 叫要准备会考的时候 那你想要乱来吗 什么叫做乱来 他们可以乱 我知道啊 但是什么叫乱来 不是乱来 乱爱 乱爱 可不可以交男朋友 哦 如果我的小孩告诉我的都是真的的话 我相信是真的 以我们家这么公开透明的状况下 目前应该是没有对象啦 但第一 他如果有他怎么敢跟你讲 没有 因为他们会嘲笑有的人 干嘛公开干嘛这样 对 所以我就说 这个青少年我们也不是没当过嘛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我是认为是没有啦 因为我也不是没有当过青少年嘛 所以判断他的脸色 可能也许或许有觉得喜欢的类型 对象等等 但应该还不是真的对象啦 应该哎呦洪一哥 我们应该知道判断的出来 这个是不是进ing嘛 对不对 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应该说我的态度是我不反对 甚至我会跟他们讨论别的他的同学们的烦恼 有一些迹象可循啊 譬如说他说电话啊 头头我讲啊 就都没有啊 我们家的都没有啊 或者是说这个他爱漂亮啊 所以我们家的都没有 在约会啊跟你要钱啊 我告诉你啦 因为他们的妈妈就是我本人啦 很年约很大的时候 才开始有约会这件事啦 所以可能我的孩子也没有那个条件 可以才开始啦 那他们会叛逆吗 我有一次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说你们会叛逆吗 他就想说 啊我们要叛逆什么 啊这样子喔 这么乖喔 不是 因为我们的空间很大 对 我觉得我对我的小孩其实是有一种 我把他当成人养 你的观念就是严冠夫出狗产 对啊 所以我什么都跟你参照啊 我open data到这种程度啊 是是是 什么都跟你分享了 也尊重你的意见了 但我不放纵 我们有一个 我们家里有个标准 比如说 家事是一定要大家一起做的 OK 没有人可以逃避 但是我们可以分工 是 谁在忙的时候 比如说 昨年妈妈在选戏 他们就做较多 嗯 今年你要学校啊 所以我带你做较多 我做较多 或是说 每天啊 不一样 家事是共同的 这一定是标准 那你会烹饪吗 我会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 那你会教他们吗 我也会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 你要会 但是可以喜欢或不喜欢 那你一定要先学会 然后才告诉我 你是啊 我不喜欢我不要做 但你不可以是 我不会我偷懒这样子 那他们会煮什么 煮水饺 哈哈哈哈 好厉害 煮水饺不行 他说这样我就不会饿死了 这也不错了 煮白饭 煮水饺 哦 不错啦 电锅上去下 电锅上去下 OK 不错了啦 现在的孩子都不是煮的啦 我说你要跟上 现在都是操作 气炸锅 气炸锅啊 对啊 现在的孩子 不是用电子锅煮饭吗 没有 我跟你说 现在有煮饭的家庭 在家里吃的家庭 其实一定是冷冻贵 是比较大的 甚至再加一台 因为现在 因应现在的时代的状况 其实冷冻素食品 其实很多 所以他的加热啊 等等 其实是气炸锅 请好用 买一台啦 还是代言一下 好啊 你竟然把它漏掉 那你刚刚讲说 他也会追中国的明星 追谁啊 他不是追谁 是有一种节目 那种选秀节目 就是现在中国进了的那个 所以现在中国进选秀节目 我刚好有跟上这一趴 因为我之前有在看 跟着看了一会儿 这个中国的选秀节目 其实我必须说还蛮好看的 但是后来我知道 原来他们是买韩国的 节目制作剧本 直接来 那所以我确实觉得台湾如果要跟他们比较 现在是蛮辛苦的 因为那个制作费等等 一看就知道 是不一样等级的状况 可是你就看啊 他们真的也是很专业 那再比较 那确实因为他们都讲华文 所以真的跟我们台湾的青少年的沟通 是更快速的 所以我们怎么从这样子的语言相通的状况下 但是观念不会被洗脑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就是跟抖音小红书等等 其实是一样的状况 是 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苏巧惠委员 苏巧惠委员很特别 也就是说他的老公叫做龙南以萨克凡亚斯 他是阿美族 台东池上的阿美族 那他也是台大社会系毕业 我们的班队 但是你后来是转法律系 那他也在美国德州大学读电影硕士 那像你这么忙 你老公会抱怨吗 老实讲 他对我的工作的忙碌状况 他不会抱怨 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因为像我们在忙碌的时候 其实他就take care了更多的家务 还有小朋友的照顾等等 这个是我非常感谢的部分 我感觉我温戏很好 这样喔 择到一个可以理解你的工作 然后愿意跟你这个 互相在这个跳探戈的同样 就是说你比较忙他就退一点 那当然你相等的 他比较忙的时候你就要多一点 是这样的状况 跟刚刚讲小孩其实是一样 我觉得一个家庭就是一个team 我觉得那个member大家要互相cover状况 但是你说我先生有没有抱怨过呢 坦白讲也还是是有 就是比如说 刚刚不是说我们这小朋友 有这个时间等等 我说尽量会排时间 那个是第一段的时候 你从这个角度问我 我是说我有排 但是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太少 对啦排了不够 所以他会有时候也会生气 就是会觉得说 你的董事长你说是VIP 你的里长你说你是VIP 所以每一个你就把他排行程上行程上上上上上上 两个礼拜前就排 那我也跟你的秘书约一个上行程好不好 你不想每次把我的事情都放到后面 别人的事情都是VIP 但是他的事情变得不重要 我们就是说自己人嘛 自己人你有时候就觉得说 他需要买一个什么 或者他跟你讲说 我们去做一个什么 我们去哪里走一走 或者说我们去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新的餐厅 很不错耶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迫切性嘛 没有 但是你如果不去 我下一次再去 你如果不去你里长那里里长会收钱 对不对 没票呢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的 就把工作不断的排满了你的生活 对 那确实我先生他会在这个时候 适当的提醒我 对 你会玩吗 对啦 坦白说没人没玩 像现在这条的玩具就有改了 对啊 所以那包括就是我们 那种熟清熟重的问题 对啊 对不对 那你确实你也会觉得说 有那时候在讲的当下你也会生气啊 你会觉得说 我又不是 你怎么这么不体谅我也是在工作 而且我又不是不做 我已经说了要做了 只是慢一点 被你先讲了 就这样而已啊 我也有约啊 对不对 可是你换个角度来想 当然比如说我先生之前在做电视台的时候 对 他那么忙 我是家庭主妇的时候 那个心情也完全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互相 你能不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他一直在等我这种不稳定的时间 一直配合一直砍他的一直塞我的 那其实也不是很好 洪英哥你也是工作人物嘛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比较没用呢 但是我觉得当你一旦这样想 我比较没用呢 的时候就把对方置在弱的地方 其实很多时候吵架啦 或者到最后无法 不可不可恢复的这种旗舰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不好 哭过吗 有啊 我都觉得 整个 洪英哥 我们选举人尤其是选举的时候 我就继续讲这个时间的步 时间的分配 人一天就是24小时 我再怎么努力 我睡5小时好不好 我剩下的时间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你想想看 我们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 对不对 我一天当时在去年在选战到最后 今年1月的时候 我一天可能要塞到30个行程 我是17 8个小时都在工作中 这样的状态 那日子是这样过的同时 可是家里刚刚说的 小孩的部分还是在进行啊 对不对 家里需要你的部分也还是在进行 那你要怎么去 揪腿 说排一个适当的时间 当时到选完到最后的时候 我真的是 我先生也会 有一次也是跟我说到说 现在选完了 可以开始排我们的了 没有呢 选完要开始卸票啊 对吗 所以他也是感觉说 我都不会你拴几年拴完啊 你要卸票要不要也谢谢我们 我们去吃一顿饭去这样合理吧 对啊 卸我们也合理吧 但是那几天我真的排不出来 可是我排不出来的状况的时候 因为每个乡亲都想抢第一个嘛 每个人都想抢第一个 到最后我那时候真的是快崩溃了 我就觉得说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真的有够努力的 努力到我都觉得 不然大家是还要怎样 又要收拾这个团队的行政诉务 要接下来要铺牌 要进去国会啊等等的人事状况 要回去谢谢乡亲 还要有家务 然后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我觉得我真的已经 已经进到 I've done my best I've done my best 你是全力以赴了啦 对啊 可是还是不够啊 因为这样而哭 还是不够啊 对啊 那怎么办 对啊 你哭老公知道吗 不要让他知道比较好啦 你老大好 这个就是像 你自己会觉得 深吸一口气 因为你觉得不是他的错 当然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但也更不是他的错 对不对 所以千错万错要怎么办 要调的还是你自己啦 好难喔 对 我觉得 你如果学票比较高 人家就会说了 是啊 对啊 现在大位了 不然就是啊 对不对 但是 没有啦 但是我觉得我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我的问题 我想千千万万的 职业妇女啊 甚至是 现在男生也一样的状况嘛 你现在也要求男生 要雇家庭了啦 对不对 其实任何人都一样啦 我是 我自己是这样想啦 所以也给大家分享参考啦 我觉得 你在这样的状况下 还去要求别人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 也没有什么道理 还是回来自己 好好的看一下 你自己的行事立案状态 调整自己永远都比 要求别人快啦 你刚刚讲那些 或者吵架或者冲突也好 最后都是谁 妥协 其实 我觉得我自己有调整 我就是 很明显的就是 比如说 那个约会就排上去了 那个吃饭就排上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明显的 我的妥协嘛 对不对 我就还是硬把别人砍掉了 我去会失礼嘛 我说没有 今天就不好意思啦 你应该问一下老公说 老公 下一辈子你还要娶我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太散情了 但是我没看到 我还有后半句 我觉得我一生也是 也是 烂烂烂烂的 都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是互相啦 还是是互相 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苏巧慧委员 那么苏委员 或是这个新政 手拿的英国 那么三届的民进党的立委 那他打败了洪志雄 洪志雄也担任了三届 那这不容易啦 那么三届 其实三届都是 百分之五十几%的选票 高票当选 那这个你算是百分之一吗 我在这段时间 不断的被问这个问题啦 那我觉得是这样啦 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赋予我们 一直往前行的期待嘛 那我们也会很认真的 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然后让我们自己的实力茁壮 那未来能够走到哪里 能够走更远 长更高更大 照顾更多人 当然是我们的期待跟理想 我想这也不只是我们的工作 任何年轻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面 这叫做有气途心嘛 你如果没有这样想的话 对不 那老板也觉得说 你是怎么样 每天都来这样子 这样就好了 混吃等死了 说你来什么想要算 我感觉说 我现在要认真把国会議员做好 做好 大家才会感觉说 这个人可以记得事情 可以托付 这个人可以托付 那至于未来会不会是我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台湾的选民有够聪明 就是他们如果觉得你可以 你就像马英九那样 讲了两百次不要选 他还是觉得是你 但是如果他们觉得 你这不行啦 你一直说我要选我要选我要选 他们也还是不会选你 这是台湾选民 在这么漫长的投票历史里面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你是做议员比较适合 还是做立委比较适合 还是做县市首长比较适合 还是做总统比较适合 你可以看出来像侯市长 就是很清楚的例子 侯市长在这两次的市长选举当中 都表现得都迎民进党很多 可是他去选总统的时候 是不是成绩就不如预期 就很清楚的状况就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自己说 我们要或不要 尤其是在离那个时间点 那么早以前这样讲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是我很诚意的回答 但是人家王国山说的一定算了 所以就人家没感觉成了 没感觉成了 对大家的方向也没感觉成了 像我非常认真的在对待 我自己的选区 我们过去树林阴哥会认为是 比较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交通建设 交通建设从我们的公路不够多 到铁路班次太少 甚至有没有机会可以火车站 等等是做好的样的状况 一直到捷运 这交通永远是偏乡地方 最需要的状况 那你看看 其实新疆也没有偏乡 像现在人也能够很多 像那人多就是因为我们交通建设好了 尤其是铁哥的新新区 这搬进来多少的新住民新居民 对不对 铁哥我也很想 现在像那多少人 十八万九 铁哥呢 铁哥差不多九万 你新增那个西盛 差不多六万 六万多块六万 那人口很多 对啊 所以我就很想 我就很高兴说 像你刚刚在在的提到说 我好像在这几次的成绩都不错 那确实是因为第一 我们解决了二十年的捷运 真的动起来嘛 对 再来我们化不可能为可能 我们在河中生出了土地 加盖了路 所以要有题外变道了 多一条新的路 台六十五增加了一个福州渣道 那个往返的交通 大家都在走的时候说 那一天减二十分钟 一天就减四十分钟 一年下来你看看多少 应该都是你 大家好有感 应该都是你在家的时候 跟爸爸撒嘞嘛 爸爸就说好了好了 没有 不好意思 那赖清德核定 像捷运是赖清德核定的 那如果你说跟苏贞昌有关的是什么 苏贞昌核定了一个凤鸣 检疫车站 那个车站当时本来要一次 四个检疫车在一起盖 后来因为桃园的铁路 又高架又地下 就绑在一起以后延宕了 所以那个车站大凤鸣地区 就是阴哥快要到桃园的地方 大家等那个车站 等了将近二十年 但我们现在就说 沒關係 你先做 我们自己去找钱 新北市政府根本不理我们 他觉得那个就是 我们是我的成绩的 他就不做成绩给我 所以他侯友宜到现在 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来 他都派个副市长 派个局长来这样的状况 可是经费全出 规划中央也全出的状况下 我们这个车站 今年十一月要通车了 你都不晓得 英哥相亲多么高兴 多了英哥 多了一个凤鸣检疫车站 同时我们的英哥车站 这么多年没有垫扶梯 你能想像有地方车站没有垫扶梯 那个老人拖着菜篮车 妈妈拿着娃娃车 就像我这样子的年纪的青少年 要去追火车上下班的 那个楼梯之斗之难爬 所以我们要求要有一座电扶梯 很离谱吗 很难吗 对 它真的很难 因为法规限制 那种费用还好吧 不是费用的问题 真的就是因为月台就是小小的 那配合这个安全距离 各120公分以后 你没有地方装手扶机 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 好几年后来 有一天突然被我们找到 有一台好瘦好瘦的电梯 所以我们在车站到月台的地方 是装了好瘦好瘦的电梯 外面马路要进车站 你说讲的是elevator 还是那个calculator 是手扶梯还是 手扶梯手扶梯电扶梯 就是那种手扶梯的那种 手扶梯嘛 手扶梯的那种 那个非常有需要 对啊非常有需要 因为你长辈说是他脚不方便 还是说东西东东太多 因为我太帅心口了 然后对啊 所以我们从马路进到车站的 我们用吸附式的 对不起 calculator 不是calculator 我意思是说连里面都改装了 所以大家今天在收听的 听众也好观众也好 我很欢迎大家可以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火车 来到我们英哥玩 你可以从英哥车站一下车的时候 就感受到这个地方开始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真的会觉得 一个城市如果可以像这样动起来 有生命力 就像高雄一样 我们会觉得非常开心 你觉得黄国昌有变吗 黄国昌变很多啊 他选举你帮过他忙吗 有啊 我有跟他一起站过台 院长帮他的时候 苏院长 苏院长在第一次2016的时候 黄国昌是跟我一样 是在第九届的时候进入立法院嘛 我们都是选区域的 我选的是树林 英哥 新庄 西盛 九里 这个新北市第五选区 他选的是系纸这一区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 但因为他是时代力量 所以他算是跟我们算是友军 那个时候算是友军 所以院长不但有帮他 这个助选的部分 甚至我还跟他有过同台嘛 对我印象中 我后来好像有一次还是 他没有办法来所以他请他太太 当代表 我就站在他太太的旁边 对不对 然后一直手拉手喊 动算动算啊 好 你觉得他有变吗 要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最近在看他的记录的时候 我们都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 所以你看他在挡这个 沈博洋和我们共提的 这个国安法案的时候 对不对 完全就是在院会的时候 就把他退回程序委员会 这不就是他自己过去 在骂的吗 没有办法实质讨论的 你把2024的脸书 他现在的谈话 跟他2018等等 这样在讲的 你会觉得这是同一个人吗 对不对 那你从这个种种的立场 政治立场来判断 我觉得他彻底的转变了 他可以从级绿 现在不知道到什么颜色 我已经分不清楚 他是什么颜色了 我觉得他那个所谓的白里面透着很 那个蓝已经开始在出来了 这样的状况 因为柯建民是说 他这个会这样子是很希望国民党能够让他选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只推他出来选新北市长 那你觉得国民党会让他吗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大家不妨回过头来看看 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 这个所谓的撒卡都是怎么来的 撒卡都的状况也是 柯文哲很希望国民党就干脆是 我的民调最高 你们都来支持我好不好 对不对 柯文哲一直在做这种梦想 那可是大家就看 国民党这么大的一个百年大党 那基杉这么用 要靠他穿一个人这么多 怎么可能是把总统的这个位置 直接让给柯文哲 我想同样的道理在新北市 应该是大家可以以此类推 因为我看到他在这个年轻改革的部分 以前还陷小英那个改革还不够 对啊 但是他现在的态度竟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这个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是可以这样来讲的了 反尽头发是也是的 都是啊 所以我按来讲一个一个 实在是不够说了 你看他真的就是说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变 我们觉得像我啦 我不要讲他啦 我讲我自己好了 我讲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区域立委的话 我觉得我就是区域的代言人 首先我很难想像我最后是不争取这一区的连任 因为我就是要做到让大家觉得 啊 选你有价值 这一票投你 投了有价值 而且你还做得真好 我需要你 对 那这不就是我的目标吗 所以我在国会问证要有一个品质 那我认为什么叫做品质 不是只有街币有声量才叫做品质 我认为是要能够发现问题之后的解决问题 你能不能够跟行政机构 行政机关提出你对这个问题的解方 并且进行讨论 当然提出解方可能是他们的责任 但你们能不能就这个解方进行一个辩证 那真正能够把地方的问题解决 甚至是国家问题解决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品质的问证模式 那同样刚刚我们在说的地方建设 那也是另外一种的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 我觉得我做区域委员的成就感 是来自于这些 那最后甚至是这个小的每一个 乡亲来的个案 我能不能够让他流着眼泪来 然后笑着回去 或至少心里得到安慰 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 也是大家选我出来的目的 那黄委员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个我感觉 我抱歉说我的同事 但是大家来屏蔽一下 现在这个以傅君旗为主导的 南军的这个立法院 只要是民政党的案 都总是封杀 散会嘛 那就是没要讨论嘛 那甚至连主调审查都不可能了嘛 是啊 这边怎么办 老实讲 这个问题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刚经历了又一场挫败之后 真的实在是 我们也是绞尽脑汁 说希望能够找到突围的方式 因为国民党现在很清楚 他就是知道 他的人数是优势的 不管是在院会来讲 加上了民众党的八票 他们是绝对的优势 又或者是到委员会里面 其实每一个委员会 他就是多那么一票或两票 所以任何事情 他只要到最后 他跟你意见不一样 他就来表决啊 来表决啊 不然你是要怎么样 来表决啊 就是这样 所以变成是没有讨论的空间 那甚至是上个礼拜五 最恶劣的是 我们在审这个 地方村里长的事务费用 及地方民贷的助理费用的这一案 全国都在看嘛 那大家也都觉得说 应该要调应该要调了 可是 那么多人 包括国民党 民众党 都有版本 这两党总招 傅昆琪跟黄国昌 竟然就各自抽了几个案 然后说 就只有我傅昆琪主导的案 黄国昌主导的这样 我们去禁腹二毒 就是要跑得比我们快 要跑得比我们快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说要排案了 他不要给我们成绩嘛 他连这样的一个 说你排案的成绩 他都不给你 更不要说在里面讨论 所以 我觉得这确实是 我们应该要想 还有没有什么 还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在国会已经是少数了 这个很难突围 但是 但是 还是要想方法 不然就会形成最糟糕的状况 是 他们现在提的都是 很多是违反宪政的案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本来立法只能监督行政 对 结果他现在是利用制定法案的状况 做了很多的决议 包括钱要花多少等等 这个牵涉到编列预算 就已经是侵犯到行政权了 但因为他的人数优势 他就把这些通过了 就形成了在野执政这样的状况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而且也乱了 政党政治的 这个 大家的责任 你看 黄国昌见你出风头 柯文哲会很糟 我觉得应该会 我觉得应该会吧 因为 这个也蛮特别的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确实在二月刚开始 立法院刚开始的时候 常常都会看到柯文哲来立法院 说驾驾驾驾车来 大家媒体还会追着他 我想说 你也太故意了吧 这段路 要么坐车 要么这个 旁边还有学会 还要有随护 然后才记者拍 这实在是 我们叫做好性喔 对啊 好性 好性喔 就是 好性喔 这样 对啊 可是 最近他都不来了 对啊 我在想说是他的精华城 还是是什么其他的 让他觉得说 什么北市科啊 对啊 讨厌很痛的 所以就 不想被问了嘛 可是他越不想被问 那其实 就是 总招的 黄总招的 这个声量 就会越大 我想他们的平衡 可能很快就要失衡了 很快就要失衡了 我觉得是这样 你看 柯文哲刚好出招 最近 他真的很沉默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 不管是这个 这个 台志光 北市科 还是现在金华城 已经连续三案 对 我觉得他的 他真的都是被打到通促 被 他都有需要好好的解释 为什么 因为这三案 你说复杂很复杂 但是其实 因为人民都听得懂 人民听得懂 事情最可怕 你说 这个 台志科的这个部分 大家不是就说吗 一妹七百二 三妹两千两百块 这完全违反了 我们的生活经验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他就觉得 怎么可能 然后另外这个 北市科的这个部分 就是 同样三块土地在那边 一个 卖这个价钱 剩下两个 卖另外那个价钱 两个加起来 还没有这个的多 这个一听 大家就觉得奇怪 对不对 那金华城 这个 连医院的院长都会跟我说 我是救人性命的医院 我的容积率最多只能加到500多 400多 为什么他 可以加到这么多 从392变560 后来变840 对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你看 这三件我们在举例的部分 真的都有一听就懂的猫腻在里面 所以 柯市长必须自己出来解释清楚 好 这个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苏巧慧委员 老实说 要做一个很优秀的里面 真的是牺牲还蛮大的 特别是家庭跟小孩 那这个 但是 人民有托付 就几乎拼下去了 那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国民党的对手是什么 因为是 标准答案叫做 他党的事物他自己决定 但是 我们在这边看 真的有家庭也有很多 对 不算可以点名一下 这个 今天那个谁啊 今天我们在这个 立法院里面 来自淡水的那 黄委员 自己就提出了这个议题 就是说 我最近 这个跟你一起都被报导 我想说你不要来 我从来没有说我要 你不要来 对 你不要来 他要蹭你吗 副市长也常常在我们的 地方会走来走去啊 那更不要说其他的人 真的就是 对啊 李四川的国民 李四川 我也不知道 说是知道 其实我觉得 优秀的工程人 我现在是真的非常尊敬 尤其在我做了这么多建设之后 我真的尊敬工程人 了不起 但是 市长会不会来参与选举 我觉得选举真的又是另外一个专业 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专业 那这样会不会反而对他是辛苦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评估 这也是他要做的决定 好 这个时间的关系 今天非常感谢苏小会委员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祝你母亲姐快乐 谢谢宏一哥 也祝大家母亲姐快乐 OK 好 今天进行到这边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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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